善良是一种美德 但在这个世界上 善良真的能得到回报吗 李继承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望着雪白的天花板 喃喃自语 他退休已经三年了 原本以为退休后 能过上悠闲自在的日子 谁知道膝盖却不给力 疼得他寝食难安 李大爷 您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年轻的医生推门而入 手里拿着一叠检查单 李继承强撑着坐起来 怎么样啊 医生 医生推了推眼镜 语气严肃 李大爷 您的半月板受损严重 建议做手术更换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李继承只觉得天旋地转 手术要多少钱啊 他颤抖着问道 包括住院费在内 大概需要五万左右 李继承倒吸一口凉气 他的退休金 每月只有三千多元 平时省吃俭用 好不容易攒下几十万存款 可全都是定期的 一时半会儿取不出来 回到家 李继承坐在沙发上 愁眉不展 他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在银行工作 小儿子开了家小超市 平时两个儿子都很忙 很少回来看他 要不 先找大儿媳借点钱 李继承自言自语道 拿起手机 他拨通了大儿媳小方的电话 喂 爸 怎么了 电话那头传来小方的声音 小方啊 爸这边 遇到点困难 能不能先借我三千块钱 李继承吞吞吐吐地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爸 我们家最近也挺困难的 孩子的学费都快交不上了 李继承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他勉强笑了笑 没事没事 我就是随口问问 挂了电话 李继承叹了口气 他转而拨通了小儿媳小雨的电话 爸 怎么了 小雨温柔的声音传来 李继承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困难 爸 您别担心 我马上给您送三万块钱过去 小雨毫不犹豫地说 李继承愣住了 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 他没想到 平时不怎么联系的小儿媳 竟会如此慷慨 而朝夕相处的大儿媳 却推三阻四 这一刻 李继承突然明白了 善良或许真的能得到回报 只是 这个回报 可能来自意想不到的人 小雨很快就把钱送来了 看着桌上的三万块钱 李继承心里五味杂陈 爸 您别客气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小雨温柔地说 您的身体最重要 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李继承眼眶湿润 谢谢你 小雨 第二天 李继承住进了医院 小雨和小儿子小强 轮流来照顾他 嘘寒问暖 无微不至 爸 您放心养病 超市的事我们能应付 小强说着 还不忘给父亲包个橘子 李继承心里暖洋洋的 但又忍不住想起大儿子一家 自从那天借钱被拒后 他们连个电话都没打来问候 也许他们真的很困难吧 李继承自我安慰道 手术很成功 但术后恢复期却很难熬 疼痛 康复训练 每一步都像在刀尖上行走 小雨常常守在病床前 细心照料 小雨啊 你们家里不忙吗 李继承有些过意不去 小雨笑了笑 爸 您别担心 家里店里都安排好了 照顾您才是最重要的 这天 护士小张来查房 看到小雨又在为李继承吃饭 忍不住说 李大爷 您儿媳妇真孝顺啊 李继承笑着点点头 心里却五味杂沉 他想起了素来跟他亲近的大儿媳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正想着 手机突然响了一下 是大儿媳发来的朋友圈消息提醒 李继承下意识地点开 屏幕上跳出一张全家福 大儿子一家人 站在某个著名景点前 笑容灿烂 配文写着 难得的家庭旅行 开心 李继承的手微微颤抖 差点没拿闻手机 爸 怎么了 小雨关切地问 李继承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没事 没事 他关掉了手机 靠在枕头上 闭上眼睛 内心的失望和愤怒 如潮水般涌来 但他努力压制着 李继承躺在病床上 手机屏幕的光映 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 那张全家扶向一把锋利的刀 狠狠地刺进他的心里 爸 您还好吗 小雨 察觉到李继承的异常 轻声问道 李继承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没事 小雨帮他掖了掖背脚 那您好好休息 我去给您倒杯水 等小雨离开后 李继承再次打开那张照片 大儿子一家四口站在海边 笑容灿烂 阳光 沙滩 欢声笑雨 与他此刻身处的冰冷病房 形成鲜明对比 孩子学费都快交不上了 大儿媳的话在耳边回响 李继承紧握拳头 指甲深陷入掌心 他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愤怒和失望 为什么 为什么要骗我 他喃喃自语 声音里充满了痛苦 正在这时 病房的门被推开了 小强拎着保温筒走了进来 爸 我给您炖了鸡汤 趁热喝点吧 小强笑着说 李继承看着儿子憨厚的笑容 心里突然涌起一阵愧疚 他想起自己这些年来 总是偏心大儿子一家 觉得他们更有出息 而小儿子一家 虽然条件差些 却从未让他失望过 小强啊 李继承叫住正要出去的儿子 你们最近生意怎么样 小强挠了挠头 还行吧 就是最近进了些新货 资金有点紧张 不过您别担心 我们能应付 李继承点点头 心里更加愧疚 他知道 小强夫妇借给他的三万块 恐怕是他们的全部积蓄 夜深人静 李继承辗转反侧 他回想起这些年来的种种 心里五味杂陈 第二天一早 李继承就给大儿子打了个电话 爸 怎么了 大儿子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慌乱 没什么 就是想问问你们最近怎么样 李继承停静地说 挺好的 挺好的 大儿子干笑两声罢 您身体还好吧 李继承沉默了一会儿 我很好 对了 你们什么时候有空 来医院看看我 电话那头明显停顿了一下 最近工作有点忙 等忙完这阵子就去 挂了电话 李继承长长地叹了口气 他拿起床头的日历 在一个日期上画了个圈 还有半年 他喃喃自语 这时 小雨推门进来 手里端着热气腾腾的稀饭 爸 该吃早饭了 小雨温柔地说 李继承看着小雨 眼里闪过一丝坚定 他知道 自己即将做出一个重大决定 一个可能会彻底改变 这个家庭的决定 但此刻 他只是微笑着接过稀饭 时光飞逝 转眼间 李继承出院 已经半年了 这天早晨 他站在镜子前 仔细整理着自己的衣着 镜中的老人 虽然头发花白 但精神绝朔 眼神中 透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坚定 爸 您今天怎么穿得这么正式 小强推门进来 好奇地问道 李继承笑了笑 没什么 就是想打扮打扮 对了 你们一会儿都在家吧 小强点点头 是啊 您交代过的 我和小雨今天关门一天 我们正好也好好休息休息 李继承拍了拍儿子的肩膀 好 很好 上午十点 门铃响起 李继承深吸一口气 缓步走去开门 门外站着的是大儿子一家 大儿子西装革履 大儿媳打扮得光鲜亮丽 就连孙子孙女也是一副精心装扮的模样 爸 您找我们来有什么事啊 大儿子笑呵呵地问 眼睛却不自觉地在屋内打亮 李继承没有立即回答 只是做了个请进的手势 等所有人都坐定后 他才缓缓开口 有件重要的事 想跟你们商量 此话一出 大儿子一家顿时来了精神 就连小强和小雨也不禁坐直了身子 李继承慢慢走到书桌前 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信封上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莫名的紧张 这里面 李继承轻轻拍了拍信封 是我这些年的积蓄 总共五十万 听到这个数字 大儿子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就连一向稳重的小强 也忍不住吞了口唾沫 李继承环视一周 目光在每个人脸上停留片刻 最后定格在小雨身上 小雨 他轻声唤道 你来 小雨有些惊讶 但还是听话地走上前去 李继承将信封递给他 语气温和却坚定 这些钱 我想交给你和小强保管 屋内瞬间安静地可怕 大儿子的脸色由红转白 大儿媳更是不可置信地张大了嘴 爸 您这是什么意思 大儿子强坐镇定 声音却有些发抖 李继承转向大儿子 眼神中带着一丝失望和无奈 你别不服气 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是小强和小雨不计回报地照顾我 你们呢 他没有说下去 但每个人都明白他的意思 大儿媳的脸仗得通红 低下头不敢直视李继承的目光 爸 我们大儿子还想辩解 却被李继承抬手打断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李继承停静地说 但有些事不是用钱就能弥补的 说完 他转向小雨和小强 这笔钱 你们先收着 至于怎么用 我们以后再商量 小雨手捧信封 眼中含泪 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小强则上前扶住父亲的手臂 声音哽咽 爸 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您的 李继承欣慰地点点头 目光却又落在大儿子一家身上 他知道 这个决定可能会彻底改变家庭关系 但他别无选择 好了 他轻声说 今天天气不错 我们一起出去散散步吧 李继承的决定 如同一颗重磅炸弹 在平静的家庭表面 炸开了巨大的裂痕 散步回来后 大儿子一家匆匆告辞 留下一世沉默 爸 您真的决定好了吗 小强小心翼翼地问道 李继承点点头 眼神坚定 有些事不能再拖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 家里的氛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小强和小雨更加勤勉地照顾李继承 而大儿子一家却仿佛人间蒸发 连个电话都没有 一个月后的周末 李继承正在院子里浇花 突然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 爸是大儿子的声音带着几分犹豫和愧疚 李继承转过身 看到大儿子和大儿媳站在那里 神情复杂 李继承平静地说 进屋坐吧 客厅里气氛有些凝重 大儿子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大儿媳开了口 爸 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反思 我们错了 他的声音带着哽咽 当初您生病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却推三阻四 我们太自私了 李继承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 大儿子接着说 爸 我们知道现在说这些可能已经晚了 但我们真的想弥补 不是为了钱 而是我们终于明白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李继承深吸一口气 缓缓开口 你们知道吗 那天在医院看到你们的旅游照片 我有多失望 大儿子和大儿媳低下了头 脸上写满了羞愧 但是李继承继续说 我更多的是自责 是我这些年的偏心 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这句话让大儿子一家猛地抬起头 不可思议地看着李继承 爸 我们大儿子急忙辩解 李继承摆摆手 让我说完 这次的事情 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善良和孝顺 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需要用心培养的 我没有做好榜样 是我的错 屋内陷入了沉默 每个人都在消化着这番话 过了两久 李继承又开口了 但是现在改变还不晚 他站起身 走到书桌前 拿出一个信封 这里有二十五万 是我另外存的 我想交给你们 大儿子和大儿媳 惊讶地看着李继承 一时不知所措 爸 我们不能要 大儿子赶忙拒绝 李继承微笑着说 拿着吧 不是施舍 而是给你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用这笔钱去做些有意义的事 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大儿子接过信封 手微微发抖 爸 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李继承点点头 眼中闪烁着欣慰的泪光 我相信你们 记住 善良的回报 不仅仅是金钱 更是内心的平静 和家庭的和睦 就在这时 小强和小雨推门而入 看到这一幕 都愣在了原地 李继承笑着说 来得正好 我们全家人 好久没有一起 吃顿饭了 今天 我们一起包饺子吧 看着家人们忙碌的身影 李继承感到一种 久违的温暖 他知道 这个家庭正在经历一次重生 而这正是他最大的心愿 李继承的故事告诉我们 善良不仅仅是一种美德 更是一种能够传递 和培养的品质 在这个家庭中 每个人都经历了一次 心灵的洗礼和成长 从最初的误解和隔阂 到最后的理解和支持 这个家庭展现了 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 李继承的大爱和宽容 不仅化解了家庭矛盾 还引导家人 找到了人生的真谛 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钱 而是彼此间的爱与理解 善良的力量 可以改变一个人 也可以改变一个家庭 当我们学会用爱心 去对待他人 用宽容去化解矛盾 用善良去影响身边的人时 我们就能收获 最珍贵的人生财富 幸福和满足 让我们携手传递善意 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因为我们相信 善良终将得到最美好的回报